POKEMON DET 今天的看头是不是跟平常很不一样 平常这么久的皮卡丘名终于要藏不住了 我敢说看过这部动画片的人 没有一个人不想拥有一只可爱的皮卡丘 但是它毕竟是小时候的换奖 虽然说我们不可拥有它 但是我们可以拥有它的联名周边 所以本期视频将会是一个 Kawaii时度的测评分享视频 毕竟剁手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剁手 第一个就是爱优家的电动牙刷 我真的是第一眼就跟它颜值所掳过了 我当上时马上就下单了 给你们看一下我刚买来说 它是什么样子的 真的是超可爱 它的盒子整理都是以皮卡丘的黄色为主 打开就能看到一个电动牙刷机身和一个盒子 上面还用着皮卡丘 盒子里面有两个刷头 还有一个充电桩 这个充电桩可以在后面 插一个皮卡丘的标志性闪电尾巴 放的时候超级可爱 牙刷放在上面就可以充电了 全身防水设计也是安全又贴心 每天看到它们我刷的心情就会变得特别的好 其实有很多联名款直噱头 它的使用感觉不太好 而且我本身是拔过牙又带过牙刷了 牙齿会比其他人来的更加侧弱 所以我对于电动牙刷的要求是更高的 像这款IU的电动牙刷 我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各方面都挺不错的 首先它的清洁力是蛮OK的 刷头的大小适中 幅度跟我们牙齿的形状也很小 在刷到我们比较不容易刷到的地方 它的刷脑是杜方的 用起来柔软不会伤牙齿 你们看我已经用了一个月了 刷脑也没有变形真的是超级耐用 这点我真的是很喜欢 毕竟买清洁刷头又要花一笔钱 它有五种模式 分别是轻柔模式 敏感模式 清洁模式 牙齿护理 超光美白 直接按中间的小圆点切换就可以了 我一般会在早上用它的轻柔模式 因为我们刚醒的时候牙齿还是蛮脆弱的 晚上的话会用清洁模式 去给我牙齿做一个全方位的清洁 还有我作为一个美妆博主经常出差 出差的时候带她的时候续航能力真的是非常重要 但是我用了它只有这个月只充已经四变 真的是超级神经了 昨天我去洗牙的时候 牙医也说我最近的牙齿蛮健康的 就是牙齿会比较少 我觉得应该是它的功劳吧 所以像续缓的电动牙刷的话 我呢是会坚持用下去的 我当时买的时候好像是398 如果说你们像中草的话 双11买的话应该会更便宜吧 然后呢我刚刚查了一下 优惠力度还是蛮大的 像第一个下班的话就有 安宗11 Pro 512G的两年使用权 好啦如果说你们第一个抢到的话 就可以不用去卖线了 第二个呢就是植村秀 以皮卡丘的圣诞联名彩妆 而且呢我还参加了品牌爸爸在线下 举办的新品预览会 像给你们看一下我当时收到了什么样的礼物 就是这个大箱子 然后再一袋彩妆 这个箱子里面呢还放了一个很大只的皮卡丘 是不是超可爱 这次剪比风格的皮卡丘形象 是宝可梦呢为这次的联名特别设计的 包装呢都是采用特制的金黄色 特别的有质感 像这次的联名款的话有眼影 口红 还有砍刀眉笔 颜眼油等等 特别推荐这次的联名砍刀眉笔 因为呢就是砍刀眉笔 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出的联名 还是蛮值得入手的 口红呢是最近植村秀卖了 算货的小黑方 买什么色号都不会踩雷 在这里要先感谢一下植村秀的邀请 和各位小梨窝们对我的喜爱 正是因为有小梨窝的支持 所以呢我才能去参加这次的活动 所以呢这次口红跟眉笔我就不试字了 因为呢我想要送给你们 我呢会在转账屏里面 割送一个小梨窝 这次植村秀的新品 听说一键三连送小率会更高哦 现在是五点天已经有点黑了 我现在去开灯给你们拍视频 第三个是太平鸟的卫衣 这件壮色款的卫衣还蛮有设体感 它家呢还有一件全黄的毛衣 皮卡丘的元素可能会更多 但是呢实在是太难驾驭了 也不太好搭配衣服 然后这件卫衣只有袖子是黄色的 前面有一个皮卡丘的标志 超可爱的 后面呢就是宝可梦大家乌 胖子音真的好可爱哦 你们看它都是一个前转后长的设计 首先呢上身给你们看一下 但行体宽松的不会挑人 我现在单身的话是刚刚跑 如果冷一点的话 可以在里面套一个保暖卫衣 作为一个帽子控 帽子肯定也会安排的 但是它这个棒球帽真的是 我现在就给你们试戴一下 是我花149买的 标签都还没差 打算退回去了 现在呢我就给你们讲一下 这个帽子到底有多奇葩 上面非常小 然后就像我脸这边下额骨比较明显 就显得我脸更大了 它呢是用它的小来衬托我的脸的 我明明只是个巴掌脸 但是戴上它我仿佛就是一个大饼脸 这帽子真的是采来的 不过这个V1还好 但是它真的好绵毛哦 我才穿着那么一会 我这边就全都是毛了 全都是薄薄的毛 最后呢联名款则好 但是一定要谨慎重草 比如这一件棒球帽 如果说各位小黎翁 我们下次还看到什么很可爱的皮卡丘联名 可以进行APP哦 我呢一定火速感到 本期视频就这样啦 我们下期再见 Bye